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关的佛语典故 这个典故其实查起来很多跟禅宗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像禅门里头 有时候参公案、参画头这些 就会产生比较平常时一般比较少用到的一些语会 那有一些是来自佛经宗的 像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七个成语 积不择食 积不择食 现在我们在讲就是说 因为太饿了 已经顾不得什么干净不干净 喜欢不喜欢 没得挑剔了 没得挑选了 什么都赶快吃了吧 叫积不择食嘛 就不选择食物啦 这样 那他的这句话 这四个字积不择食 还是来自武登会员里头呢 就是卷三十 其中有一位来参学的僧人 就问和尚说 如何是和尚加封 如何是和尚加封 其实我这样查下来 在武登会员当中 好几卷 这些来参学的学生 出家人的学生 都常常会问 如何是和尚加封 这样 所以不同的 这个祖师大德 大德和尚 他们回答的 有一些就让你不是很明白 他讲什么 所以就要你参嘛 那在这里呢 这个是 当然武登会员 他是宋朝的 这个普敬禅师 他汇集了 几本禅宗的语录 都是登录 像传登录 续登录 普登录 广登录 像这些 他把它 这五本都汇集在一起 然后集合为一本 那其中的 就有许多的 好像在参话头一样的 这些 那这个红阴禅师呢 他当时被来参修的人 学生问 如何是和尚加封 当时的红阴禅师就回答 积不哲识 当然他还是有他的背景 所以说流传下来 有这么一段 这个用语 积不哲识 传下来 好 这个是第一个 当然用在 当时来讲 就是说 能够 你能够有 有 这有法 可以 可以参修 有道场 可以参修 就原则上 他的中风 就不去 特别的检择 挑剔 积不择识 因为 这个 因缘条件很有限 你能够遇到什么 就是什么 对于当时的 参学的 当时的背景 所以 禅师这样回答 这个学生 这是一段 叫积不哲识的典故由来 第八句 叫 变才 无碍 变才 无碍 其实已经 很普遍 像刚刚提的这些成语 就很普遍 变才 无碍 就说 这个人 真的变才 无碍 你看他 这个 雄变 滔滔 这个 就是说 他的 这个 表达能力很强 变才 无碍 那有些时候 这个 因为一个 这个变字 就会被用到 好像辩论那样 说 哎呀 我们这个辩论社 这几个人 都是变才 无碍 很能够 跟人家 理论 很有 这个 辩 就是 辩 就是辩 就是辩 好像在跟人家 在语言上去 跟人家 比拼 这样子 但其实呢 在佛教里头 本来的 在这个经典 出处很多 华言经 几部经典 都讲到 变才无碍 这里指的 特别是像菩萨 要为众生说法 他要能够有那种 对于法义的理解 表达 这个都包含起来 叫变才无碍 那最有代表的 当然是 事无碍变 事无碍是什么呢 法无碍 亦 这个亦无碍 然后 持无碍 然后变无碍 这个讲什么呢 对佛法的理解 对意理的理解 还有 这个 语言的使用 这个叫 持无碍 表达 讲话表达 那最后一个 变无碍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乐说无碍 就是说 只要有众生 要听闻佛法 他都非常乐意的 去分享 去给予 这个讲说 叫热说无碍 像这样子才可以 合起来才可以叫做 变才无碍 不是只有 好变 好解释 不是 不是那个辩论的 那个变而已 它包含 理解能力 表达能力 还有就是 他的那种热心 为人说法的 那个能力 像这样子 这个叫 变才无碍 第九个呢 叫 盐土 熟生 如果 单解释 这盐土 熟生 这四个字呢 庄严 佛土 然后成熟 众生 就是监影 度化众生 但其实也很多经典 比如说 在大博蕊经 大制度论 这些经典都会谈到 说 波蕊降入 必尽空 绝诸细论 方便降出 必尽空 盐土熟生 好 这个典故由来在这里 这在讲什么呢 这在讲 同样是那种空性智慧 那罗汉 他比较偏重在 追求自我的解脱 所以他在这种空性的智慧当中 他就是 绝诸细论 他就是 对于这种世间 词语这些 他就 等于说 都放下这一些 还是专修自己的 求自己的解脱 但是这个跟 菩萨的智慧就很不同了 菩萨是要成佛的 那菩萨的智慧呢 他一样是用正的 这种空性智慧 他是方便降出 必尽空 他是 方便是智慧的运用 他是偏重运用 然后 用这个菩萨的智慧 去 很方便的 方便善巧 运用智慧 运用智慧 运用智慧去沿土 去庄严佛土 去成熟众生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 这个菩萨跟罗汉 他最大的差别 同样都是 这种修行到 正德 这种空性的智慧 只是一个就求自我解脱 绝诸细论 一个就是很方便善巧 然后去庄严佛土 成熟众生 像这样 这个是 我们在讲这个 怎么讲 典故由来的这几句话 沿土熟生 一般的运用上 还是比较少 但是像刚刚讲到的 这个 皆不择食 辩才无碍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 就很多 那今天呢 特别谈到这个 沿土熟生 谈到菩萨的智慧 我实在很想 跟大家分享 像有些人 他说 他看 佛光山一直都说 人间佛教 行菩萨道 就整天忙着办很多活动 又就是在群众之中 在那里忙碌 好像没有修行 这个还是有些人会觉得 应该是要自修自了 在闭关 在这个金色 或者深山 深山里头 远离群众 就闭着眼睛 自己打坐 或者念佛 这样子的 就很有智慧 或者很有修行 把那个修行 用这样子去看 其实 还是很偏薄的 就像刚刚刚讲的 正式信手年来 任何一部经典里头 只要谈到菩萨的修行 他一定是在人群之中 运用智慧 运用智慧 然后方便善巧的 接引众生 而不是只有自修 治疗 这个各位在看的时候 当然修行是自己的事 就是你对佛法学习 你对这个信仰的学习 这个是自己的事 也不用比来比去 但是观念上 认知上 我是觉得说 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 去认识 就像这里讲的 沿土熟生 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行菩萨道的人 他发愿要去成熟佛土 成熟一个净土 然后就成就一个净土 然后去度化众生 去成熟众生 像这样子 这个应该是很大的修行吧 尤其是在人群当中 你要做到大众第一 自己第二 佛教第一 自己第二 要做到这些 你要把自己一直退退退 退到真的自己都没有了 你说什么都是大众 都是佛教 那自己是什么呢 自己到达无我的状态 那就是菩萨了 已经是这种心 就是说你的心心念念 都是但愿众生得理苦 不为自己求恩了 你不为自己求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菩萨道就成熟 所以我想大家认识佛光山 认识人间佛教 或者说认识你正在学佛 然后要行菩萨道的这条路 如果你现在的情况停留在 你所有的都是为自己 在安排规划 为自己 像这样子呢 你是比较偏向那种 就自修自了的 自己求自己解脱境界的这种 好像这种比较 我们讲欧罗汉 就是比较治了汉 这种根性 求自己的解脱 但是如果你除了把自己 能够应该要尽的责任 家庭或者是家人 这些关系都把它尽好 之后你还是会参与到一些 慈善公益 就你会为别人服务 或者设想 或者做一些事 像这样 你自己也好 你参与某一个团体 然后去为别人 你有力量分出去为别人 你已经在行菩萨道了 只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 我们又用佛法来引导我们 运用空性的智慧 我不会执着表象 我不会等着人家 好像那个海豚表演 喂小鱼 他就去表演 这个为了要给他表演 再给他喂小鱼 好像为了什么而去做 真正发菩提心的人 就不是为了自己要有小鱼 然后去表演 不是的 没有为什么 但愿众生得理苦 我只是不忍 这是众生 没有佛法 很苦 像这样子 这个是今天 借着沿途熟生 这个真的 说这是菩萨的发愿 是菩萨的那种运用智慧 可以去 用方便智 方便散巧 去沿途熟生 装沿佛土 成熟众生 我希望我们大家 行走在 人间佛教 菩萨道上 大家对于这样的认识 还是要建立起来的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我会订的 litig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